近日,南京军区某陆航旅在安徽东部某地组织了一次实弹演练 直实武装直升机在演练中的首次运用 改变了以往机群作战模式 使陆军空中火力打击能力实现质的跃升 演练中,首次参演的直实武装直升机 同时具备对地对空攻击能力 它分为前后舱作席 武片主讲业与新式剪刀型为讲改变了机身模式 极大的提高了直升机的机动性能和隐蔽能力 特别是直升机的载重量比以往大幅提高 增强了空中火力的打击能力 它强大的火力突击能力和机动能力 为战斗编组、空地协同 以及地面和空中的目标的撤退方式 都带来了新的变化 直实武装直升机配备的头盔是第三代飞行头盔 它具有自行瞄准的功能 简单地说,飞行员看到哪儿 航号就能打到哪儿 对于我们射手来讲 给我们带来直观感受就是 打击速度更快 打击精度更高 随着直实武装直升机的列装 标志着陆航部队向主战突击型转变 其主战兵种地位作用日益凸显 感谢观看